走啦!走啦! 應該發拉起來吧 可以啊 車況優良耶 在台灣 熱愛騎車的騎士總是充滿挑戰的目標 除了環島之外 另外一個指標性的項目 大概就是位於台灣中央 海拔高達3275公尺的屋嶺吧 除了風景優美之外 屋嶺更是台灣公路的最高點 也就是交通工具能夠開到最高的位置 對於出入門的騎士來說 這邊就像是一個人生必達成的成就一樣 無論如何都該騎上去朝聖一次的挑戰路線 那對於老練的騎士來說 這邊就像是一個讓自己放鬆 同時可以重新找回騎車熱誠的一條蘇牙路線 平常工作心情煩悶壓力太大 想環島可是又抽不出時間嗎 那就去騎武林吧 像老婆請了假把女兒交給她照顧 原本是打算自己單獨騎F3上去 不過剛好之前當兵的時候 被我洗腦加入重機坑的城牌 她也有放假 所以我們兩個就這樣隨性約了一下之後 就從市區往武嶺出發 那從台中到武嶺最快的方式 就是從中頭接到草屯市區後 一路沿著台14線往埔裡前進 感覺今天剛才熱到飛起來 我也帶一件寶貨在裡面 那這段路線從國姓到愛蘭交流道的 這段車輛真的很低 路況尚可同時雙向四線道的路寬 讓人騎得很放鬆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容易讓精神渾散 主要是因為這邊的路況單純 而且周邊的景色沒有太大的變化 對於精神較差或是路況掌握能力較弱的騎士來說 很容易就因為視覺疲勞 然後沒有注意到自己偏離路線 所以這段路其實也出過不少意外 大家真的不能輕忽 沒過多久之後就可以來到這間 擁有百萬公車的全家超商 我都會說這邊是武嶺的路口 因為就會像迷信一樣 每次上武嶺之前都習慣性的在這邊暫停一下 無論是買水上廁所或是單純的調整車輛裝備都好 反正我就是一定會找一個藉口停在這邊一下下 那從路口出發之後的路況不錯 同時風景也漂亮 但是這邊也是通往仁愛鄉的唯一一條主要道路 假日不說 就算是平常日在這邊也是有一定的車流量 而且這邊的警察非常喜歡在中油聖本堵站直線架相機 可是通常這邊經過的老司機都會很熱情的 用遠光燈提醒對向車輸有相機 所以大家經過這邊還會特別注意啊 那過了這段測速直線之後就準備抵達人質關了 這邊該注意的是有幾個彎道路線收得非常急 所以也算是一個很常發生意外的路線 就連乘排在這邊都小小的外拋都對上去了 真的很危險 不過通過我的指關之後 平常日來到這邊的獎勵就出現了 那就是幾乎沒有什麼車可以好好享受騎這條山路的樂趣 如果是假日來的話就會有很高的機遇在這邊塞到飽 一台卡車或遊覽車後面排的車隊基本還是夠嗆的 如果沒有塞車的話從入口的全家到仁愛鄉 大概是半小時左右的車程 我一般都是會選在中午的時候上武嶺 因為如果以機遇來看 除非你凌晨就上武嶺等日出 不然下午時間上武嶺 天氣好的抓三四點左右的時間開始下山 就會有很高的機遇可以看著夕陽跟雲海的景色 但當然這樣的機會可遇不可求 就當成是另外一個隨機的彩蛋了 我另外一個習慣就是會在人外巷吃午餐 之外就是這間保育小吃店 哇他還在耶 超強的 我已經坐好要跟他說在今天的行李準備了 我又很怕會壓到一半他掉下去會害你摔車 你是故意想換新資吧 狗屁啦 GoPro7都掛了他現在是我唯一的依靠 好 你好 你好 一個肉羹加荷包蛋 好 不要麵 只有肉羹就好 對肉羹就好 好 阿姨用的這個不管是炒麵還是肉羹湯都超讚的 而且還要配上一個非常有家庭風味的荷包蛋才對味 對 那個是我每次來武嶺一定會來吃的保育小吃店 然後這個是過得很爽的成牌 哈哈哈哈 不行一日成牌終身成牌對不對 他一樣有在騎車所以他特務做他不用騙胖 沒錯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詛咒你知道嗎 有在騎車的人 然後 就算特務他也不會受到那個變胖魔咒的影響 還是要看人 有阿 我們就來看他賴伯之後會變胖阿 他變胖阿 不知道耶 可是他現在沒在騎車啦搞不好就變胖了 叫他把車買回來 叫他買來好一點的阿 不過剛剛那一段沒有車707還蠻好騎的 嗯 大部分的車都停在清淨比較多 對阿 因為武嶺說實在耶 對他們講 對那種觀眾看來講其實 就打卡而已吧 真的 清淨才有妹子 清淨有妹 可是他平常是沒有綿羊秀 還是會有一些遊客啦 對啦 妹子 我覺得大部分遊客應該都清淨為主 阿那邊就好拍照阿 然後現在又有人在天空步道 看妹子 看 你的景點就是妹子嘛 這段錄下來你有沒有看到你就死定了 這段不能播 哈哈 我會幫你消音 你講妹子的時候我就消音一次 這樣子我會回去就不會算 回去以後都不用騎車了 我都幹 你都跟教授去找妹子 去看妹子 我們準備一下之後就開始往武嶺移動 抓在星期二這個奇葩的時間點上來就是要避開車潮 也得到了不錯的效果 而大部分會來這邊的遊客主要都是集用在清淨農場 看妹子 所以密集的車潮大多都是在清淨農場之前 過了之後才算是屬於我們的清淨時刻 那通過松岡派出所 然後在抵達翠峰車輛管制哨前的這一段 我個人認為這一段是武嶺山道最棒的一段 雖然沒有什麼充滿挑戰的急彎 可是整段路的節奏就很像古關那樣子 充滿著能夠讓你非常切意帶過的中等速度彎道 只是中間有一小段的路況超爛就是了 就連慢慢騎過去都想要飛起來的一樣嗨啊 那在通過翠峰派出所之後就是翠峰車廂管制哨 那在通過翠峰派出所之後就是翠峰車廂管制哨 如果有下雪風路的話大多數在這邊就會管制住了 通過這邊之後就正式的要和雙線道車拜拜了 因為接下來都是很急跟窄的山路 對於騎車來說可能壓力會很大啦 不過騎車來這邊說實在的其實沒有太多的限制 而且你還可以一邊享受山道樂區一邊看著你旁邊的風景 你說這樣還能夠讓人不愛無靈嗎 比較可惜的是今天的雲車不夠低 所以在抵抬五里之前的路都是霧霧的 可是這也是來五里的特色之一啦 那就是永遠能夠讓你埋下之後還要再上來的藉口 來這邊天氣太差沒關係下次再上來就好 反正總是會好天氣的嘛 來到這邊天氣太好沒有雲 沒關係下次再來也許就有雲海了 來到這邊天氣完美 齁太棒了下次一定還要再找時間上來 反正不管怎麼樣你就是一定可以找到一個讓自己再來五里的藉口 因為就像我常說的 騎車旅行的重點不是在終點 而是在騎車的過程 所以騎車旅行比開車還要爽的就是 開車在你抵達目的地之前都是在浪費生命 看到美景你也不能夠說停就停 一定要找到空間停車才有辦法 騎車就不是啦 看到美景停下來就欣賞 拿出相機手機拍下來看到的景色分的出去 而且相較於被包在鐵皮裡面 騎車就是你整個人被置於這個風景 完完整整的讓自己融入這片美景當中 過程也許累了一點 不過這個也是在豐富自己人生的過程啊 開車出遊抵達目的地之前都不算是出去玩 但是騎車出遊是你從家裡出門開始就叫做在玩 光是這一點我相信你再回憶起來就會覺得 自己曾經吹的那些風淋著那些雨 曬的那些太陽都是很值得的 對吧 這次雖然屋嶺往輕近的方向雲層高度不夠 所以霧城了一片 不過還好往花蓮方向那邊還有超棒的雲海 而且是滿出來的那一種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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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哇 現在相機的色調好漂亮喔 對啊 太可憐了 這個 都不用出動相機了你知道嗎 所以可以看到兩個神經病 然後帶人前方去爬山 因為他說他覺得他頭會冷 哇你們好像太空冷喔 對啊 全部這樣 這樣才不會缺氧 對 哈哈 保暖很重要 對啊保暖很重要 太陽排出來耶 太陽排出來耶 好疼喔 我們在扶手邊休息一下 哈哈哈哈 好丟臉喔 哈哈 老了吧 老了 哇 好休息休息 快 和趁爬一起神經病的爬上荷環間山 在山上開了自己奇酷的路 還有眼前的雲海 我想給一個爽志應該就足夠了啦 很 polynomial 你 會不會 不用了 要 我們 這個就是雲海啊 爬重類就是為了看這個 有 準備下山之前我們兩個找一個空間坐在路邊 這個陳牌說是坐在這邊一整天都不會膩的風景 陳牌說就算在這邊坐上一天也不會膩 我看了一下自己的車跟後面的美景 好像是這樣子喔 反正無論是騎在車上或是坐在路邊 這個就是屬於我們騎士們最棒的風景 那一個永遠都卡布尼的風景 你沒想要看這樣子的美景嗎 那就去騎摩托車吧